这不是我们的大成兄弟吗 看来不管你跑到哪儿 我们都能逮着你 把他们都带走 走 快走 快点 快 走 这个大家都抓太紧啊 杂志的工作要马上展开 好嘞 冯月 不知道林青小妈他们情况怎么样了 真想他们呀 有海味在这儿惊着 放心吧 杂志领导要求我们要尽快恢复工作 你说什么呢 听不清 我呀 不放心他们 我到军区去一趟啊 哎哎 你不能去 这儿就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根本忙我不过来啊 什么 同意了 那我走了啊 谁同意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儿不行 你知道吗 一个人根本忙我不过来 你不能去 说什么呢你 红月哥 红月哥 这班长这耳朵 他已经好了 你说话怎么还这么大声啊 多嘴 来的真不是时候 好你个姓宋的 啊 还真骗我跟我这儿装笼的看 差点一个人拖门跑军区去 哎 红月哥 还想去军区看看小猫子林一姐 还你去个屁 你去了工作怎么办呢 我还想去呢 赶紧给你摆这东西啊 清拿清放 谈你谈你 来来来 你个姓宋的 慢点慢点慢点 我拿到了 子弹打碎了胸骨 要把碎骨头取出来 坚持住 按住他 坚持住 还有一块 好严重 白大夫 你的手指破了 没关系 肚子不是老虎的嘴巴 他咬不掉我的手指头 出了一下伤口 继续手术 按住他 白千万医生 剩下的手术我来做吧 你手指受伤了 很容易被感染的 不用担心我 谢谢 按住他 坚持住 什么 坚持住 嗯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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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皇军成立以来 中将级别的军官的牺牲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阿布 归秀的死 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动 死后 他的骨灰被运回日本 日本全国将半旗为其热爱 朝日新门 我是 阿布 龟绣中将 在黄埔岭一役中 遭遇敌人炮击 英勇殉职 是我大日本帝国的重大 怪不得那帮帝人 拼了命也要把尸体抬回去 被打死的时候中将 大部龟绣可是个了不得 没听说在日本军舰 都称着名将之花呀 甭管它是什么花 到了咱太行山上 立马就下了 报告 进来 毛主席给进察纪军区 发来贺电 表彰进察纪军区 在黄土岭战役中 歼灭敌军 一千五百余人 以及击毙一名 中将的辉煌战绩 好 还有八路军总部 转发的蒋委员长的贺电 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的就算了吧 给贺电 还不如给军想和弹药 来的使劲 是 是 是 来 洪军医 来 团长 小松 你怎么来了 我找吴公元有点事 啊 吴公元是吧 好 吴公元 啊 吴公元 你来了 出来 团长找你 好 团长 你找我 洪军医员 快帮我看看 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 哎 别老乐啊 你赶快跟团长汇报 信上说的什么呀 团长 这是张家口 助团军司令 小柴俊南 写给司令人的信 啊 团长 这是日本人 写给司令员的信啊 哎 这个叫小柴什么男的 都说些什么 他说 麾下之部队 五蕴横通 长胜不败 彼人极为敬佩 现彼人有两件事求教 一是请通知彼人 在燕素衙和黄土岭战役中 被麾下之部队 升幅的日军 官兵植物 树木 以及生活情况 二是牺牲的日军官兵 是否被埋葬 被埋葬何处 可否同意将骨灰取回 以为亡灵 莫远 你得陪我去趟军区 是 走吧 我看 可以答应日军的请求 通过遣返日军战俘 和归还日军的尸首 可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同时 也可以通过 这些日本的战俘 让日本士兵了解到 我们八路军 优待俘虏的政策 司令员说的对 平行关战役的时候 日军是宁死不降 可现在呢 不光有投降的 连他们的驻同军司令 也来跟我们说软话了 是啊 那个时候 他们狂妄地要命 叫嚣着要三个月 占领中国 可是现在 两天都过去了 他们的军心士气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也充分地证明了 当年毛主席 论持久战的思想 和对战争走向的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 是 报告 张科长 司令 你 你在哪儿弄的相机啊 你看 这个是我从一个叫 小林的战地记者 那里脚后的 战地记者 他是什么样的人 据我们调查 他是阿不贵秀的养子 因为他父母 是日本的左翼分子 后来就被阿不贵秀 给处决了 但是后来 阿不贵秀 竟然说他为养子了 胶卷在里边吗 不翼而飞了 估计可能是他收藏起来了 小吴啊 到 你懂日语 你跟张科长去一趟 想办法说服他 叫他把交卷交给我们 是 是 刚刚说他哪儿了 我想起来了 交还战俘的时候 把吴国运带上 是 哎这里的人就这样 对任何人都充满地狱 来 把那个日本的孙女记者给我叫过来 是 张科长小林记者带走 小林你好 我是前线杂志记者吴红韵 有件事 需要你配合我们 你是吴红韵 啊 你知道我啊 哎 那太好了 那个胶卷还在你那儿 小林 你别害怕 我们都是战地记者 我们应该客观地 去报道这场战争 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想想 你的那个义父 对你的父母都做过些什么 他都这样了 你还愿意效忠他呀 混蛋 竟然敢侮辱我们的阿布将军 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脱游去 往这里开枪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是不会怕死的 开枪吧 与其被他们侮辱 不认为我冲毁禁 开枪吧 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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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烦了 再瞎咱了 老子逼了你们 那就开枪吧 我出生五十世家 丙生五十道兴水 以死孝众 电话阁下 你以为我不敢吗 来吧 河振山 你们所谓的五十道精神 我略知一二 表面上鼓吹 崇尚正直坚毅 听起来好像是一种美德 但是现在 在你们军国主义的蛊惑下 除了中军 剩下的只有杀戮 想一想南京大屠杀 你们杀死了多少少无寸天的百姓 你们少杀抢掠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难道 你们的这些行为 也是直连世将装成吗 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 灭绝人情的行径 你们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训练成了杀战的机器 战争的机器 你们好好地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今天 我来见你们是想告诉你们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 我打算将你们 交换给你们的上司 是真的吗 不会是个骗局吧 骗你们 骗你们 还留你们到现在 早把你们吐吐了不就完了吗 说得对 我们中国人 是先人孔子的后代 我们讲究仁义道德 绝不滥杀无辜 况且 你们根本算不上是无辜 但只要你们手上没有打着武器 我们就绝不会杀你们 因为 你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贺振山 走 把他们看管起来 我要把他们 安全地交给 小柴君来 来 聂司令 你娇娇不要了 他要是想给你早晚会给的 他要是不想说不定 早就毁了 大夫 您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病了 有一些感染 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您得好好休息 是啊 白大夫 您可不能累垮了 您要是病了 下次我在手上 谁来替我动手术啊 这次还没好 就电影下一次 他的伤口恢复得很好 不过还是得要注意 你需要静养 需要休息 您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白大夫 刚送了一个状伤员 要马上是进行手术 小心点 小心点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你不用在这儿陪我 我不放心你 还是等你全好了再说吧 咱直升那么多工作 光靠我哥和吴红韵 肯定忙不过来 你还是过去帮他们吧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养伤 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操心 你来了 好 聂司令叫我过来 翻一点东西 顺路看看灵溪 主要是来看看海维姐 你们聊吧 怎么样 嘴皮子这么利索 看来是好多了 主要是见到你全好了 为什么呀 我是要啊我 还是一贴良药呢 行了 良药可都挺苦的 我要是不怕苦呢 可惜这贴良药不归我 你还是去看看海维姐吧 算了吧 我可不想用我这热量 贴他的冷屁股 我也不知道最近 他是怎么了 老是对我冷冰冰 这个秘密啊 只有我知道 可惜 我不会用我的嘴来透露给你 你还是自己去问他 也行啊 现在都开始跟我 故弄玄虚了 行了 好好养伤吧 都有空再来看你 哎 衣服呢 聊完了 聊完了 但整个话题都围绕着你 围绕我 啊 林夕说你有一个秘密 让我来问你 什么秘密我不知道 行了别演了啊 自从林夕受伤以后 你看你对我什么态度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就像见了过程人一样 为什么呀 我问你 哎 说不清楚 就代表你明白里面的原因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 我只知道我们两个 不应该是那样的关系 那我俩该是什么关系啊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喜欢我 我也答应过你爸 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忘了 我没忘 可是到了部队 我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部队是有纪律的 结婚必须是团以上干部 年满二十八 还有八年的军龄 这些你不知道吗 哎呀我知道 我当然都知道了 我要没逼着你结婚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 可以互相等着呢嘛 我不想等 你这么爱我了 实话实说吧 我心里早就装了另外一个人 你不会告诉我是宋玉泉吧 是 这下你满意了吧 郭海威 你别骗自己了 你是爱我的 红云哥走了 他去找你了吗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呀 你没说什么 他刚才乱七八糟 说什么你知道秘密那些的 他脑子坏了吧 即便我跟他说了什么 他也不应该当着一个女人的面 把另一个女人的话全盘托出啊 这不成多嘴婆了吗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我要是跟你说了 我不也成多嘴婆了吗 反正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了 我喜欢男生你哥 吴红月你到进去看到灵溪没有 这样子 他实体恢复的怎么样 您好 那高海威呢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问我什么事啊 你要这么关心他自个问他去 哎 吴红月 站上来 是我发什么 他是怎么了 吃了枪药似的 不知道吗 阁下真是言而有信 对于聂荣臻阁下的善诀 逼人深表敬意 我们八路军 不仅是威武之士 同时也是仁义之士 归还战俘 以及战死士兵的遗体 是国际惯例 希望你们今后也能 按国际法做事 多谢阁下教诲 还请告知战死士兵的遗憾 葬在何处 战死士兵遗憾已妥善掩埋 掩埋地点 清楚地标在这张图上了 多谢了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和对贵金的尊敬 特奉上我的指挥刀 作为礼物 战俘交接 现在开始 掌管我需要留下来 回到 他什么意思 他说他不想做 奥尔军 作为阿布将军的义子 你不觉得羞愧吗 作为一名军人 你的行为有损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誉 你应该制裁谢罪 等等 阁下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还请您不要插手 如果他现在已经回到你的队伍 我当然无权干涉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战俘交接尚未完成 恰恰在这个时候 他表示不愿意回去 既然这样 我有责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连长 到 把这个叫小林的 带回到我们队伍中去 是 准备战斗 保证报告 辉华战俘是国际惯例 如果战俘不愿意回去 管辖权依然属于对方 这也是国际惯例 你不会 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我会通知国内 小林浩二 在黄统岭战役中 以身殉国 对于我们而言 你 已经死了 痛 别难过了 你的选择是对的 这里面的东西 请你如实发表 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日本人 意识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你放心吧 老何呀 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对呀 对了 那个 叫小林的日军记者 你派人 把他护送到八路军总部的 日军反战同盟去 在那里 有很多跟他抱有相同思想的 日军战俘 谁 报告 你 怎么了 有什么事 司令院 何先生 你们看 这是小林相机里面 所有的内容 他还说 这是阿不归秀 故意让他拍的 说这样 可以鼓舞军心刺激 阿不归秀 简直是丧心病狂 早知道这样 那些个战俘 就不该归还给他们 是啊 我们在这释放战俘 他们却滥杀无辜 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我们要把这种对比 告诉给我们的国民 告诉给全世界 小吴啊 到 你马上回去做一个专刊 把小林号二拍的这些照片 和我们交换俘虏的照片 同时都发出去 是 还有 这是北方局书记 彭真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 名将之花 凋落在太行山上 你拿回去 在杂志上发表 我有个建议 说 能不能 把小柴 给后段长的信 还有 小林 脱离阿不归秀部队 这个事 一并堪能出来 可以 具体发表什么内容 你们自己作形处理 我只有一点要求 必须让大家明白 面对军国主义的这些枣牙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 抗战到底 保重本身任务 这把指挥刀 是小柴赠送给我们的 我看还是您收着吧 白秋恩大夫 一直惦记着想要一把日军指挥刀做纪念 还是送给他吧 黄总 快看 咱们新银子 同志们 同志们 这电台就到了啊 那同志们上啊 哎 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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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哥 恭喜你们共产党 你们是人少枪少 还干死了一个日本的中将 我要是国民党 我都得骚脱啊 保顺兄弟啊 在国民党里 有不少人 都瞧不起我们的敌后根据你 还有我们的抗日游击队 可是事实却是 日军的大部分兵力 被牵制在敌后 如果没有我们的敌后斗争 那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压力 那可是要大得多啊 是 三哥 酒席备好了 那民以食为天 咱们先填饱肚子再说 好 请 好 走 来啊 大哥来了 来啊 今儿我大哥和妹子过来 隔着几个 待会儿好好地敬我大哥一碗酒 好 好 都坐着了 好 刘大哥 你对我救命的 这碗酒 我先敬你 好 痛快 哎 都快愣着干嘛 赶紧敬我大哥酒啊 好 想来车轮战是吗 苏姑娘 这敬酒呢 就是略表敬意 哪有什么车轮战你说呀 来来来来喝 既然是敬酒 那我就先干为敬 我话先说明白了 你们要是来敬酒 就先喝了我手上这碗酒还了我的心意再来敬 要是没这个酒量 就老实回桌上带着去 这苏姑娘 好酒量啊 哎呀 我这妹妹的酒量 你们都比不了 行了 都回去坐着吧 回去回去回去 姐夫 别给我们来这套虚的 我们两个今天来就是想问你句痛快话 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苏姑娘 是这么干事的 我大哥呢 一直在说 这刘先生跟八路军呢 是如何如何的英雄了不起 但咱也没看过 你们亮什么本事啊 要想让咱们跟你们一块走 可以 亮亮本事 是不是啊 兄弟们 是 是 是 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亏得我们还救了你的命 老师兄弟 你倒是 说出个道道来 要怎么样 才能让你 还有你们这帮兄弟们 心服口服 不是我不同意 这都是弟兄们的意思 赶紧说 别藏着掖着的 苏妍你别插嘴 让保世兄弟把话说完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 我是一个粗人 我就是想看看 你们到底有什么真本事 行 你说吧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鬼奸崇你知道吧 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 好像还当了一个什么 伪军的中队长 他带着小鬼子 进了好几次的山 我们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我现在就是想要他的命 今天你正好来了 如果你有本事 拎着他的人头回来见我 那我就说服我的弟兄们 跟着你大哥 一块打鬼子 打鬼子 一起打鬼子 姐夫 你这不是陈欣薇拿老刘吗 保世兄弟 我答应你 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我把这事给你了了 来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我觉得你刚才喝的也太多了 你还好思说呢 刚才不是我替你挡人 你早上他们管趴下了 是啊 是多个人 没想到你酒量这么好 好啥好 不能强撑的 相当感觉天闲逼着呢 晕得好 要不这样 歇会儿坐下歇会儿再走 坐下 慢点 哎呀 哎呀 对了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我没说你 你为什么要答应韩宝顺的条件 鬼剑朝暗真那么好对付 他们早就动手了 你还答应他们三天了事 你这不自讨苦吃吗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底 可是面对像韩宝顺这样的江湖意识 想让他们投靠八路军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这么说危险性很大了 干革命拿有没有危险的 随时随刻都有危险 如果 这个不像年轻人谈恋爱花钱月下 你说是不是 你还真打算干了 那你啥意思啊 你是劝我退缩 我劝你能有用吗 明知故问嘛 放心 我没事的啊 肯定没事的 你估计 司令员 发生什么事了 聂司令 是白秋恩大夫 他刚动完手术就昏倒了 医生正在里面给他检查呢 医生 白秋恩大夫他怎么样了 到底怎么样了他的病情 确认吧 确实是白水平 那这么说 那白秋恩他 撑不了几天了 子女啊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姐 白秋恩大夫他什么事 是白秋恩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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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秋恩大夫 你这说什么这是 安在胜里自成脱圣 下凡成立共产党 获得天下发名 靈恙 活得天下白迷郎 自从今日张力红 老子就成共产党 爷爷不当行吗 呆 竟敢不从后力 给我捉奖起来 嗯 饶命啊 母母后边好想埋伏 黑剑朝这个人 轨迹多端 怪不得韩宝时候拿不下的 那怎么办 我们的行动也不要取消 再等等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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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娘子下花酒 哎我家娘子脱衣服 你家娘子归我报 你家婆姨为我生个泡娃 泡娃 娃娃 娃娃 嘿嘿嘿 大家都听清楚了 共产党来了 你家婆姨就得为他生娃娃 生娃娃 出口 谁呀 小董给我出来 谁呀 我躲藏藏的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哈 原来是你呀 打够肥的啊 居然自己送上玩来 我原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你是个鱼木脑袋 来人 拿下 别动 后队 别动 别动 黄军就在边上 说到就到 待会儿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死到临头了 还以为小鬼子会当你 快绑了 哎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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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成是凶神恶煞 十恶不赦的样子 你们大伙信吗 我们又没见过共产党 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 如果要是共产共妻的话 我可不干 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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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们 实不相瞒 我本人 就是共产党人 大伙看看 我这身上 有颜色吗 我身边这位 是我媳妇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问问他 有没有哪个男人 敢动他一根汗毛 说什么呢 谁敢欺负我 胡弄死他 小姐们 我们共产党人 是咱们老百姓 自己的队伍 去上面打鬼子 杀韩奸的 这个鬼奸仇 自从当了日本人的走狗 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欺负了多少梁家大姑娘 东庄 老孙家的儿媳妇 是不是被你祸害了 最后跳得合 还有 小顺子的姐姐 乡亲们都知道 被她抓进了保安队 糟蹋了半个多月 人出来的时候都疯了 还有老于家的傻大姐 连傻大姐你都不放过 隔三差五的 还去欺负人家 你搞他这样的人 他是人吗 不是 简直诸狗不如 对 我管了他 不光这些 他还带着人 抢别人家的东西 你要不给 他就给你安上 通共抗日的罪名 含着呢 没错 大伙说的对 鬼剑筹 他在日本人面前 他就是条狗 可是在咱们乡亲们面前呢 为虎作成 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呢 大伙说 这样的人 他该不该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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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活 看在你我兄弟一场地放上 放回应吗 嗯 就你这种货色 也配跟我成兄道地的 你 刘大哥 咱们住着听您的 带回山寨 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好 刘大哥讲究啊 说三天就三天 兄弟我服了 韩大当家的 你可真够狠心啊 你就不担心 我把命给丢了 我是那种人吗 大虎早就带着我的人马 埋伏在你们周边 以防万一 保证兄弟 你可真够仗义的 我刚才也就是开个玩笑 你看 人给你带来了 你处置吧 孙子 你也有今天 大当家 你饶我一命 你看他兄弟一场地放上 饶我一命啊 来世过之 当牛做马以后 报答你的恩德 大当家 拿我当三岁小孩呢 我有那么多的弟兄 死在你跟小鬼子的手上 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 给我带下去 咱们初晨 按山寨的规矩 给我活寡了 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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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四十九刀 给我一刀一刀寡 你带下去 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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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以为 带到家 我可以当孙子 我可以当初孙子 带走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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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顺兄弟 我不想坏了你寨子里的规矩 可是既然 你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就要按照我们的纪律来 为奸仇恶观满营好 是该上 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呀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讲道义的 那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样 把他拉出去 毕了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你就不配加入我们的队伍 你可千万别威胁我 别忘了 是你非得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 说实话 老子还不愿意呢 公款了 大哥 牛大哥 这现在到底听谁的呀 你先等等 哎老刘 我去找他聊一聊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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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一个人喝闷酒多没意思 来 我陪你喝几杯 我就知道 刘永香会让你来找我 真是什么也瞒不过你 老刘当着那么多兄弟 博了你的面子 让你下不来台 这碗酒 我带他进 不过话说回来 他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姐夫 您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汉奸 您的为人 我一清二楚 您打架结社 劫富济贫 从来都不欺负穷人 可你为什么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去对付一个人 我死了那么多的义手 我不能太便宜了他 我知道你这口气顺不下去 可是 他已经是你的俘虏了 你就用对待俘虏的原则 去对待他 中国人是讲仁义的 相信你也一样 老哥 要不就听大党家的吧 把他给割了 别为了这么一人 伤了兄弟们和气啊 不行 我们共产党做事情 那是讲原则的 老师要这么干 我就跟他 施不两立 这俩杠头吗 这不是 行了 你不用劝我了 我现在还没有归顺他 他就已经开始指挥我了 如果这回我要是听了他的 我手底下的弟兄们会怎么想 我韩宝顺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我这张脸 你不想再说 我们不要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